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成品工作室 竹梦首座的负责人蔡宇珍来做创业访谈 我们欢迎宇珍 是 嗨 大家好 我们宇珍很年轻哦 是我们其实过去是在做销售工作对不对 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跑到我们金门去 结果就在当地 我们开始了从事了自己以前最爱的手作 对 那那时候我们开始尝试的第一步是 从事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刚开始起初的话是以相分系列 因为自己还蛮喜欢那种香香世界 就是家里都要很香很香 就是扩香的产品 对 对 我们先从四集开始是吗 对 从四集开始跑 因为想说先试试看 就是大家对香氛这一块的热 喜欢的程度大概在哪里 对 对 然后开始慢慢的 试试做了不错 然后才开始慢慢有自己现在自己的店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好像也从事至少三年左右吗 三年 差不多两年多 对 然后就在从事手作的系列 然后再尝试将自己手作的一个东西可以从事伴手的方式 对 那那时候其实刚好是一个因缘机会 我们金门的政府刚好在规划文化的一个商店街 也算是这样的 嗯 算 应该算是啦 对 他就是重新整理 店面重新整理这样子 对 然后刚好也就是 诶其实本身就一直很想要有自己的店面 对 然后也看那个地方看蛮久 但是就一直想说怎么还不可以就是成竹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后面就想说啊 先做先做慢慢做慢慢做 然后做到 诶两年后 诶没想到诶开始可以就是 有招商 对 有招商了 然后就诶去试试看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要跟政府投标对不对 才可以申请到这个场地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用什么方式的主题去做申请 我们那时候的话就是 其实那时候还在思考到底要用 写怎么写比较有机会 然后后面就刚好有个朋友就说 诶不然你可以做做看这个东西 对 然后后面我就想说诶不然的话 对啊 金门好像就是还蛮多店家都有卖 都会进去都会有一点点的这种 就是这样子的产品 对 对 小东西在贩售而已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 为什么没办法开到一间就是独立的转买店 对 对 后面才想说诶不然试试 用这个当主题 对对对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规划我们的概念了 所以我们的成品手作这个 竹木手作这个概念店啊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主题打造 对不对 我们来分享一下 嗯 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想说诶 金门啊 就是习俗就是诶好像还蛮多就是人 有些有一些可能金门的媳妇会知道 但是有些金门媳妇会不知道 甚至有些金门媳妇想要买这些东西 不知道要去哪里买 可能是只能靠朋友说诶那个我谁谁谁的朋友会做 对或者是妈妈也在做对对对他们才会帮忙做这样子 对对那我就觉得诶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 呃不太喜欢去麻烦别人的人 那时候就想说自己做 对所以那时候也不是说想说自己做就想说诶如果我有开一间店 那我就不需要整天去问说诶这个哪里有那个哪里有 那如果我有一间店大家知道这里有 那他们就直接就来这个店面买他想要的东西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我们那时候概念店我们的成品工作是这个手作坊 我们就是想要以花配为主题的一个产品来做贩售 对对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花配对不对 对金门的花配其实在呃在应该算是在已经在就是世界上已经流传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其实上网Google也都看得到嗯对然后他其实早期好像有我记得他们是说好像是在那个 那个珠希那个年代上是包他的文件对可是后来就不知道他也没有写到为什么就是转到变成 包小孩包小孩对但是主要就是一直后来就是金门其实也就一直流传对就是包小孩子的就是包金这样包包小朋友就是很多以前农业社会有没有就是一个阿公阿嬷背小朋友然后让孙子坐在肚子 然后小孩就在前面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他们每次这样甩我都觉得哇好强好强 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害怕因为我会觉得会不会甩一下小孩哎我的小孩不强对对然后所以后来其实我一直也不太敢用 嗯所以我才后来才想说哎我转了转换一些小东西可以让他在身上也是一样保佑他平安的意识这样子嗯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哎他们那个背筋上面会秀一个 万字跟有一个圆钱对对然后那个万字就是保平安的嗯就是会有一个万字然后圆钱的话就是保佑小朋友长大会有一个好人愿对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做一个小小的把他做在平安服上面他过来身上也是一样啊长大也会好人愿啊也会平平安长大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才开始研发一些就是类似比较 稳创的一些商品嗯对对对那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花配这两个字是什么怎么写这样花配的话其实有人说叫花配有人说花怕嗯那花配的配的话是一个金然后再一个皮嗯然后花怕的话就是也是一个金再一个白金或白那个就是花怕怕对 哦所以有两种念法嗯但它代表都是这个黑白格子的纹路的一个花色的布对对其实它台语就叫灰配灰配对可是其实中文翻译就花花配啦哦对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这个黑白格子的由来好了嗯黑白格文的话它其实就是呃老一辈就是 其实就是保佑小朋友平安长大嗯那其实有一种说法有一派的说法是说神说嗯神学就是一位金门就是呃成皇拜成皇对对所以他们是说成皇爷身边的黑色跟白色所以就黑色跟白色嗯嗯就是去保佑小朋友平安对那科学的说法就是 因为新生儿在四个月以前其实眼睛是他们的世界其实是黑白黑白的对对黑白色所以呢他们其实我们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去医院看那小朋友旁边都会贴黑色跟白色的嗯那个图卡对对所以也有人说这个是另外一种比较科学的说法哦是所以我们可以让台湾这边党地的居民比较了解哦原来这块特殊的花色是属于金门一个习俗的一个特产文化特产对 然后她是在黑白格然后有在会秀一个万字哦又是在小朋友身上哦保佑她平安长大而且刚刚我们呃呃宇珍有大家介绍其实是因为我们锡门当地的一个历史的痕迹啊因为我们是属于战地的嗯它可能在早起比较在早起比较可能是比较混乱啊哦比较流离的一个年代对对所以从很很久以前你说这个历史已经很久对对对八百现在八百多年了是嗯所以可能从很早就已经 也流传下来 就是有这个习俗 可以小孩子配用这个 还有保平安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我如果针对 雨珍其实当初的各个概念点 就想要推广我们基本的习俗文化 给大家知道这样 那你从事了这个品牌 其实你也很辛苦 很认真的在学习这个 因为你原本是做我们的相分手作 然后从事这个以后 你要开始钻研这个缝绿的技术 一开始是用什么吧 是用手缝 对刚开始其实真的是用手缝 我曾经缝我小朋友的一个包巾 再加一个帽子 就是类似小披风这样子 我缝了大概两天吧 做完加帽子就差不多两天 然后到了那个 因为金门的天气 它大概它比较算是房子都比较低 大概三层楼一下 所以它其实就是海风比较明显 所以它只要大概九月过后 就是早晚温汤会很大 然后那时候他们老一辈就会说 哎呀这个这样子没搞笑啦 然后什么的 我又后来又再去买了那个 那个比较厚一点点的那种小毯子 然后再把那个两个结合在一起 又花了两天哦 我那一条辈子花了大概四天吧 对 缝到后来就觉得好累哦 天昏地啊 后面才想说 嗯好啦 他们就说啊你要开店 你总不能都用手符吧 后面想好啦 那不然买一个台风机会 来试试看好了 才开启了我们在缝纫上面的创作之路 对 对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个作品 其实有延伸性对不对 原本是以小孩的作品为主 这个是 这个是小朋友的明月礼盒 然后其实最先我们是以小朋友为都 对就会做一些不同的特色 什么口水布 口水巾 对 当然因为口水巾在金门很多妈妈们他们有做 他们就是做很简单的 对 然后我们把它做比较有点设计感 是 所以这次像这一组就是领巾的概念 对 加好 小男孩子一个领带的概念 对 然后一样有平安服 然后再加上他们就会说 诶 可能夏天到了 就是要戴帽子 所以我们就做了小朋友的 选小朋友的帽子 然后新生儿嘛 就是要有个小双的 一双的小朋友的鞋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妈妈都不给小孩穿鞋 我心里想 啊你穿鞋 为什么小孩不用鞋 他也是怎么办 对 所以就觉得 诶 要做个鞋子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大一点的话 因为像疫情过后嘛 大家身体不太好 也希望保平安 所以我们一样也是可以做个包包 可以背在身上 当然也可以保平安 对 就是大家其实现在都是讲安心的嘛 反正有放在身上就安心 心安 对 我们整个人就平安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包包啊 然后再来就是 这种比较有点设计感 设计感的一点点 认识风的包包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就现在比较喜欢走 复古系列的 就是口筋包 夸一点 对口筋包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金门 大家最有印象就是 那个风湿眼 对 所以我们又用风湿眼 找了风湿眼结合的平安符 是 然后后面搭的就是回陪布 对 对 所以其实把我们的 呃 回陪这个布 然后可以结合各项的产品 然后从小孩周边再衍生到大人也可以用 其实有亲子系列的概念 有 其实也也有 后来就是也会 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 哎 可能想说 哎 做一个什么东西跟我小孩子 像帽子也有啊 也有大人的 对对对 是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我们期许 我们对这个 比如说我们想开一个专门店在金门 未来其实我们有希望有他 对他一个梦想 有机会带到我们台湾来 对 现在就是慢慢的看看说 哎 能不能就是 可以在台湾也有一点点小小的 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 可以把金门的习俗带到台湾这边 台湾应该才会知道 因为我们的金门这边其实是有他的习俗 可以让我们一个概念 不会只有可能是其他的地区客家有客家系列 然后金门也有他当地的特色 对对对 可以让大家知道 然后最后我想请女生来分享的说 对创业者的建议 你觉得他需要具备什么 呃就是 我觉得如果就是我常讲就是 哎 可能你后面如果有一个靠山 金山云山那当然 你要勇敢创业没有问题 对对 没错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是白手起家的话 我会建议可以小小的投资 对 对 从小小的投资开始 然后就是人家说嘛 请滚钱 对 对 如果你今天在市集上 哎 你可能从小小投资上市集有做到 然后哎 你觉得不错 当然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因为其实在做这些当中 最主要还是自我学习的能力啦 你自我学习 如果真的是稳扎稳大 其实你做什么 其实都一定会成功的 就像雨珍是先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锁定目标 我们想要把花配发扬光大 其实你就会努力去学 累积自己的实力 对不对 我们从手工开始 然后转由缝纫 其实其实一步一步 也是由自己练习而来的这样 对 就人家说一步一脚一步 对 相信都未来都是会回到你身上的这样 对 没错 今天我们很谢谢我们雨珍带来的一个创业故事 然后期待未来可以把我们金门的一个习俗的花布啊 可以传承到我们台湾这边本岛 也可以都知道这个习俗这样 嗯 谢谢 谢谢雨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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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